你好,對不起我的不好中文 昨天,應該中午,TVBS,迷我 他們要跟我談論 所以我說好,好,問什麼東西 他們說是選舉 好,你是美國的嗎?對 你想要什麼總統等等等等 所以我們講話七分鐘 因為我知道新聞需要很快 快快快快,解決 所以我喜歡TVBS做什麼 是太快的,但是需要快的 所以下次TVBS可以打給我 他們問我為什麼我決定 我很確定了 為什麼川普是下個總統 因為他是在職責 在職責需要第二次 每次,美國,台灣,共和黨,民主黨 民進黨,國民黨,每次 如果沒有第二次 他需要很很很大的問題 很大的問題 所以,川普有問題 但是,不太大的問題 應該需要第二次 我決定了,確定了,確定 所以,但是沒有時間 TVBS的時間 需要太快 他們問我 為什麼我決定 川普 因為 是 是 軍事 應該 六十五年 在美國 第二次都世界大戰之後 每一次,每個總統 共和黨的總統 他們了解 軍事 但是,民主黨的總統 第二次都世界大戰之後 失敗 軍事的東西 每次 每次 你看到 越南 你看到 歐巴馬 歐巴馬給我們 ISIS 因為他說 回來 回來了 我們的東西 沒關係 所以ISIS 美國人的東西 因為是太快的 那是民主黨 所以 克林頓 每個人 每次 每次 所以 現在 在台灣 我們不安全 也許有 問題 所以 我想要 軍事 很 很 是簡單的意思 很簡單的意思 我的朋友問我 為什麼 我希望川普 他很笨 有時候 我的 很好朋友 問我 這樣子 有時候 需要說 不要 有時候 需要說 呃 需要東西 需要提高 需要更好的 呃 那個人 太多的 友善東西 失敗 你想一想 那 那個人 很 成功的 有時候 他們需要 不友善的東西 那是正常 所以 川普 他 呃 為什麼 你了解 川普是誰 新聞嗎 他講中文嗎 你講英文嗎 為什麼 應該都是新聞 5秒 7秒 2秒 所以你了解他嗎 也許 也許需要多 他說 當我看到川普 一個小時 我看到 啊 等等 所以我了解他說什麼 但是 我知道 真的川普 也許 如果我不知道 真的川普 和 我知道 假的新聞的 太快的川普 也許我也討厭 新聞的川普 但是新聞的川普 也許不是真的 但是 是正常 有時候 新聞說謊 有時候 新聞 講對的 但是太快的 所以 我講英文 我的中文 很不好 你聽到了 但是 我知道 真的川普 和 我了解 他想要什麼 有時候 需要不友善的東西 所以可以有成功 也許 也許 那是對的總統